人工智能已经是一项新型且通用的技术了 有利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的稳定 我国一直密切关注着人工智能的研究进程 终于在近日推出了中国首艘百吨级无人艇 正所谓数大招风 这步又让美国盯上了 近日中国第一艘百吨级无人艇 在浙江舟山附近的海域 完成了首次自主航行 虽然这项技术还只是在测试阶段 尚未真正投入使用 但这难得一见的人工智能无人艇 还是引起了不少外媒的注意 导致大批外媒争先报道 该无人艇对中国海军作战模式的变化 并大势炒作 这艘无人艇是三体船型 排水量达到了约200吨 最大航速可达20余节 中国研究团队从2015年底就开始进行研制 期间克服重重困难 无论是高射航性线型设计 还是主机变转速滴压混和综合电力的技术等 项目团队都是不畏艰难 迎难而伤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精心准备 数次泛洋湖上航行试验以后 终于来到了开阔海域 展开首次自主航行试验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些许不成熟的细节要去完善 但我们一定会稳扎稳打 把每一步走好 就是这样一艘还不完善的无人艇 却引来了外媒的格外关注 以色列印度美国等国家媒体纷纷进行报道 而这艘无人艇的首航成功 之所以受到外界如此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当今各国海军的发展重点 都放在了能自主航行的无人艇上面 毕竟无人艇在军事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因此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作为无人装备 可想而知 优点就在于既可以减少人员伤亡 又可以提高威胁了 一看到中国取得成就 美国立马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开始有样学样 也雄心壮志地打造各式各样的无人舰队 生怕自己落后一点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就曾表示 在不久后到来的 环太平洋2022多国联合演习上 美国就要出动四种水面无人艇 展现他们配合作战的能力 但美国海军的野心 可远远不止这四艘无人艇 据美媒报道 之后美国还会加大投入无人艇的使用 以扩增海军队伍力量 可见中国无人艇首航的成功 惊醒了美国 现如今中国的发展突飞猛进 无论是科技还是军事 都在取得新的成就 军事力量不容小觑 所以中国做什么 美国就立马紧跟而上 说到底 就是怕中国威胁到其的霸主地位罢了 但是中国的发展谁也挡不住 美国怕是要开始担心了